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邀请到的这一位 王洪泰老师 王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王老师是专门研究晚明跟清朝时候的历史 现在是在中央研究院石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同时也在台湾大学以及济南大学担任教授 所以老师接触这个晚明还有清朝的这些历史 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二三十年有了吧 从研究所就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硕士班也就写相关三眼二拍的论文 算是晚明的一批小说 然后到博士班的论文 就写明清的城市文化 然后到后来出来工作以后 就在做明清世人生活与文人文化 所以算是二三十年了 怎么会特别对这一段时间特别感兴趣呢 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精彩的时代吧 是六十七世纪的中国 在相当准备上可以说 他在文化上发展到一个高峰 其实有人问那个 美国那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叫石景谦 他非常有名 那个石景谦教授曾经有美国的记者问他说 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 你愿意活在哪一个时代 那个Jonathan Spence 他就回答说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希望能够活在中国的晚明 明朝后期 然后在明亡之前死掉 因为那是一个最精彩的时代 这好恐怖 那个时候不是都民不聊生 然后战乱平传 是有这一面 但是那个也可能更是一个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情调拉到很高 很激烈 壮怀激烈的去激昂自己的生命情调的一个时代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它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城市生活非常非常的精彩 非常非常的丰富 在城市里头 你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 男朋友 女朋友 然后可以参与各种活动 是 今天其实特别就是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底会有一出作品 应该说是两出 在十二月的时候 乱红还有桃花扇即将要在我们的城市舞台演出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都在从剧本里头看这段时间的故事 好像没有真正拉到人间 所以今天特别要请王洪泰老师来帮我们来剖析一下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年代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把自己生在那个时候 是 我们做历史 常常会做哪一段历史 莫名其妙的就会有某种认同吧 你可能就除了这个你所存在的这个现实世界 你很容易就存在 说历史学家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时空 可以让自己寄存在那个地方把生命投射到那个地方 那我一直做晚明 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情感的因素 就是你好像跟他们比较熟悉 你好像就跟他们某种程度上一同呼吸 然后一同过着那样的生活 那所以也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 那里面非常的精彩有趣 那就是说如果从一整个历史的发展来讲 其实明代初期 就是1368年 就是14世纪中期 朱元璋建立起来一个大明王朝的时候 其实他是希望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农业社会 因为朱元璋是破产农村出身的人 破产农村 要重新建立起来一个稳固的农村社会 所以明代初期 其实整个的社会生活都蛮朴实的 然后商业也并不太发达 朱元璋甚至于搞了一套李甲制度 等于是说划地为牢了 把老百姓通通种在土地上 每个人都在李甲制度里面 把他们绑的事实不可以乱跑乱动 所以大体上可以想像那是一个农业社会 其实有点像中共建国的那个时期 中国五六零年代可能比较有点像这个样子 但是到差不多15世纪的时候 商业活动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那这种商业活动的发展 就带动了整个城市生活的繁荣 就是各种商品啊 还有各种商人啊 特别是从那个长江中游到长江下游 然后在街上运河 金航大运河 就从杭州到北京的这个运河 可以说是明代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命脉 你可以想象就好像是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样子 然后高铁 在这里 对 川流不息的货物啊 人员就这样跑来跑去的 然后以这个为主干在扩散开来 整个的商业网络 然后这些商业网络上有很多的网点 就是大大小小的城市城镇 那有很多城市生活在里面发展 苏州杭州 然后南京 甚至于很多的镇 也都相当的发达 然后运河沿线的话 比如像林青 我们看金平美 那个就差不多就是在15世纪后半期 城市生活发展起来了 你看金平美里面的那个西门青就活在 清河县是林青在旁边的一个县城 那也有可能它整个大背景是林青 那其实那个城市生活就很发达 金平美里面就有提到说 有次好像潘金莲叫那个他的女婿 那个陈经济去帮他买手帕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有一条街专门买手帕 手帕街 手帕一街 对 所以那个城市生活是非常的发达 然后西门青就可以在那个城市里头 声色全马的过日子 对 哇 所以真的是一个 非常的商业汇萃的一个时代 就15世纪 16世纪就这样整个发展起来 然后这些所有的城市群里面 最密集的最火药的 大概就是整个大江南地区 你可以讲说明代建国的时候 很多就是说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大概就是在北京 然后经济重心就是在南方在江南 整个江南就是它的那个 国家收税很多主要就是从这里来 然后因为经济发达还有文化也发展起来 所以经济文化重心也就是在江南地区 对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南京也是这个城市群里面很重要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这个就是桃花算的基本的背景 它的背景 对 所以经济发达带动的就是文化发达 老师的著作里头讲到很多这种文人 世人等等的这些研究 是啊 就是因为 一方面当然就是说 自己也算是一个世人吧 一个读书人 你当然就会 而且他们留下的资料特别多 那明代的话就是读书人 就喜欢写各种杂杂巴的东西 因为这背后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整个出版业非常的发达 印刷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在中国比较长远的历史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像在那个汉代你要读书 那很不容易啊 那个书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啊 所以只有贵族 很有钱的大地主 他才可能栽培子弟去读书 读了书也不是很多 就读本经书 所以经学传教也就很了不起 那只有很有钱的人才有可能的 所以以前只要读一本书 不像我们现在要读很多书 当然明代的话就 在宋代以后就慢慢整个印刷书就发达了 然后到明代就更发达了 所以买书非常容易 要写书写了以后把它出版也非常容易 所以而且是市场化的经营 所以你可以靠着写书来赚钱 像三言二拍这种冯木龙 他其实就是科举考不好 他就去编这种东西啊 编了以后就是销路非常好啊 他就变成一个畅销作家 他那时候就有畅销作家 对他就是一个畅销作家 所以他三言本来就是编了一本 这是玉世名言 本来叫古今小说 卖得很好 书商就说拜托你再编嘛 继续编嘛 销路太好了 功不应求 所以他就继续在编 销事通言 形式很严 一路这样编下去 因为可以靠着编书写书来赚钱 所以那时候不一定只有科举 去考了做官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了 你可以讲说科举是一个大的一个读书人的正途啦 你真正中国传统读书人 那就是学而优则逝嘛 希望你那个读了书以后 能够以后可以去经国寄名 那经国寄名在管道上 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嘛 至少宋代以来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大部分的读书人 或者说要栽培子弟读书 那你当然是希望他走科举的这条路 一路走下去那样 其实那个有一点 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升学主义嘛 小孩子 那就是他读书一路 对 让他从那个小学中学 然后进大学 这样一路走下去 这个是大部分要栽培子弟上进上升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一条路 然后明代的话就是有学校的制度 就是说你读书 那你可以参加同生的考试 考及格以后 你就可以在地方的学校辅学或者现学 就注册 你就有学生的身份 正式的名称叫生严 就是现学的学生 那一般通证叫秀才 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明代的话就是有至少50万的 这么多的秀才 50万到100万的这些秀才在社会上到处流窜 跑来跑去的 当然他主要还是要在地方准备考试 但是他们常常都不会那么安分的就守在一个地方 他们读书人喜欢游就变成游士跑来跑去的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读书人太多了 所以真正能够考中的 你想想看明代的考试 最后一关的考试就是会试 那会试的话三年办一次 一次录取差不多300个 那底下有50万的生员 这录取率很低耶 都在看了这些位置 所以老实讲绝大部分人是考不上的 考不上怎么办 他们另外找出路嘛 其中从事文艺活动 这也是一条路 所以有很多这种落魄文人 我们在看小说有很多这一类 其实像侯芳芸他们这些也都是考试 至少他在南京混的时候 在南京玩跟李向金交往的时候 其实是科技没考中 所以那个时候有什么江南几大公子啊 什么几大才子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来的 有很多 对他们常常都一直考一直考 所以那个其实也是蛮可怕的 我想比我们以前在考那个大学连考 还要恐怖 度几率更低啊 所以很多人就不断的考试 然后不断的落地 而且三年才考一次 很像以前在考什么律师啊 考了十年都还在考等等的 对其实底下大多数的读书人 至少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 都非常的挫折 像郭友光考到五十几岁还在考啊 那这些人没考上怎么办呢 又就是满腹的文才到处游晃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回头来讲啊 就是说有一些人 因为他们在读书过程当中 可能老师希望他们练习 怎么做对子 方便以后来写八股文 八股文还是要有一些对账的 所以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老师就叫他们对对子 甚至也给他们读一点诗 所谓的那个读三百千千嘛 就是那张志经啊 百家姓啊 签字文啊 签家诗啊 也读一点诗来培养他们文字的那种敏感度 方便他们以后 因为明代的考试 基本上就是考写作文嘛 那那个作文是有一定的规格 其中有要有一些对账 所以他们就会读一点诗 来练习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有些人读一读 他就喜欢了 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 他们会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那明代也不少 因为城市的繁荣 社交活动非常的多 那其中很多的社交活动 他们也不只是吃喝玩乐 像新闻青那种 大概就比较没有文化的人 就只会吃喝嫖赌 但是有一些比较有文化的人 其实他们的这种社交活动 还蛮高雅的 他们常常办所谓的文酒之会 就是 就喝一点酒啊 做文家喝酒 对 然后来写写诗啊 就办一个诗会啊 就是特别有钱的人 可能就是盖个园林 然后呢 在园林里头有个藏书楼 藏书楼里面 收藏一些古董字画 还有一些送版书 然后呢 你这个园林不是盖在那个地方关起来 自己在那边玩的 那可能就是三不五十了 要办一个文艺性的聚会 你可以讲说办个party吧 然后找一些文人来这里写写诗啊 然后 如果你再更有钱 更有文化一点 甚至于你可能就是养个加班 就是加里头有个小个戏班子 小戏班 然后调教他们唱戏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文人就很乐意来跟你交往 甚至于他们 那最有钱的商人就是盐商 从此盐的那个贸易的这些商人都非常有钱 他们这些盐商做生意 有时候也是要跟政府打交道 那他们可能透过跟这些文人的交往 跟官方 跟那些斯大夫阶层的关系 比较紧密一点 有好处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觉得 我有钱要写到有文化 那就是盖个园林 然后三不五十了 办个party 找这些文人来写写诗 他们写了后可能就出版 出版以后你的名声 也就跟着谁这样床高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那时候跑趴 是文人在跑趴 对 这个我们在如恋万史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有不少就是在城市里头 不断不断的参加各种文酒之会 所以你可以讲说 他们是个落魄秀才 但是其实他们也生活过得蛮精彩蛮丰富的 听起来不太落魄 落魄的话是他们心里面感觉 他们如果一直想说 他的人生志愿就是要去经国寄民 那科举一直有挫折 所以有时候这个就会是变成一个 一方面他们有挫折感 科技考不好考不上 没办法就经国寄民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生活其实在城市里头 生活蛮丰富的 是很舒服 你看像我们看那个什么 文真明啊 唐伯虎啊 他们这些科技都考得不顺利 他们就在最繁华的苏州城里头 也是不断的各种文艺聚会啊 就扮演材质的角色 对所以这里头就发生出很多故事 包括我们这个桃花扇也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发展的 对基本上这个故事 他设定的背景就是南京嘛 南京是在整个明代的这些城市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然后这个城市呢 他也显得特别有文化 因为他原来就是明朝的首都嘛 嗯 但后来迁都以后 他是一度是没落下去 就是政治跟军事整个往北迁了 但是呢 他后来15世纪以后 他慢慢的经济又起来 所以他又再度繁荣起来 那繁荣起来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文化中心 因为在这里 他还是一个算是陪都吧 他还是有政府的一些高官 六部立护礼宾行工的这些中央级的官员 也还在这个地方 他们不是在北京 北京跟南京都有 那南京也有六部的官员 但是这些官员基本上呢 没有什么实权 有实权的在北京 对有实权的在北京 没有实权的 可能你身外很高啊 就让他们在南边玩 对身外很高啊 但是皇帝不太喜欢你啊 就把你丢到南京去 你就到南京那个有个很高的官 但是没事做 没事做就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所以这里有一些 也算是蛮有水准的官员 但是很闲 所以他们就参加文艺活动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里有国子监 那国子监的话就是 明大后期的国子监 就是很多人捐的钱 就可以进国子监 所以很多商人也捐钱 然后就进国子监 进国子监 他们也不完全是想当官 他们就是有个太学生的身份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进行各种社交活动 有很多人是这个样子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讲说 就好像是念EMBA 或什么之类的一样啊 国子监有点这样的味道 重点不在说 要去考科技当官 因为国子监出身当官不好 但是 也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朋友 对 还有这里是一个贡院 就是很大的一个乡试 升级考试的一个 贡院就是考试的地方 一个大考场 现在贡院还在 那贡院现在还在南京 很多地方重要的 就是说读书人要参加 三年一次的考试 不是会试 但是会试之前一年 会有一个乡试 乡试南京是一个很大的考场 所以像侯芳芸他们 其实是到南京来 是来参加这个乡试的 所以明代后期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 跨区域性的一个大社团 叫做副社 他们有办那个社员大会 有一两次 就是在南京这个地方 也就趁着办乡试 考试的时候 各地的读书人都来了 他们就办一个社员大会 还有另外这个地方有寄院 非常高水准的级院 就是这个旧院 这个大概整个大明王朝 全国各地水准最高的级院 可能就是旧院 反而是比北京那边 还要更盛行 比北京还更有水准 对 因为能够成为明记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他们要跟文人交往 经过文人的品评 跟文人一起写诗 或什么之类 因为纪尼就非常非常多 然后 他要出类拔萃的话 他要符合这些文人 他们的品味 有些力争上游的纪尼 就是他跟文人交往 没错 对 他能够爬 往上爬 变成那个明记 那南京这个地方 就有很多很有名的文人 所以有很多纪尼 也就是跟他们 做很密切的交往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纪尼的文化水准 他们的文艺才华 都非常的高 对 那除了这样子 政治啊 文化上面 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那个时代 其实也是很紧张 在军事上面 对 这个时候 因为整个大明王朝 就是到了那个 万绿的时候 情况就不太好 一般的万绿皇帝 就喜欢一个妃子 所以有点想要立 郑贵妃的儿子 当太子 他自己的那个长子 他就不太喜欢他 就想要把他废掉 但大臣觉得 你还是应该立长子 你怎么可以立一个贵妃的儿子 所以就这样子就吵起来 所以你可以讲说 就是有一派支持 那个立那个长子的 有一派支持 贵妃的儿子 对 贵妃派的 然后就开始两派的人 就在斗 这个明代党真的开始 就总换你手 就开始 然后这个就是一直延续下来 这个斗 斗到后来就到了那个天启朝的时候 就演变成燕党跟东宁党的斗争 那所以就从东宁党到辐射 你可以讲说正义联盟的这一批 这一路延续下来 活放映他们是这个样子 明末事工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坏蛋 就是阮大臣 阮大臣他就曾经参加燕党 所以燕党倒台以后 他就逃到南京来 又在这个地方 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 然后他就慢慢经营自己的声望 他经营自己声望的方式呢 就是办party 就是不断不断 因为他阮大臣的文艺素养非常的高 所以他自己训练 自己写剧本 然后自己训练自己的西班子来表演 所以很多人就到了阮大臣的这个场子来 所以因为这样子 阮大臣的声势又慢慢的起来 活放映他们这批人 就觉得这个二世力又逐渐在增长 就要来打击他 对 那个背景是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大背景 就是说 刚刚主持人说 这个很乱 的确啊 因为这个冥王朝 也差不多就是从万里后期 这个动乱就非常的严重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整个东北的那个满洲人 这个势力慢慢起来了 势力却起 然后呢 西边过来往长江 对比较是西边 对对对 沿海这边靠近 对对对对 你可以讲说东北的那个满洲 然后一个就是西边的 黄河中游那一带的流寇的问题 就是李志成他们 那冥王朝就是在这中间两面作战 后来冥王朝的军队就追啊打啊 其中到最后最能打的就是走梁域 走梁域就守在那个长江中游那个地方 就差不多武汉那一带 众军驻守在这个地方跟流寇打 所以这也是桃花山的一个背景 就是长江下游就是南京这个地方 那些人还过着 吃喝玩乐 对 吃喝玩乐 在家派对 但是长江中游那一带 已经是情势非常的危急 然后冥王朝最能打的军队 走梁域在那个地方 也有点动向不明 他已经不完全听朝廷的控制 也有一点想要进来南京的味道 这个是桃花山里面紧张的情势 大背景 大概是这样子 是是 哇 这真的是一个乱世 但是乱世里头好像这个故事 反而更加的精彩 对 那刚才王洪泰王老师 有特别跟我们聊到 这南京的这种多彩多姿的生活里头 文人啊 妓女啊 等等 那爱情故事的部分 我们先留着 待会在我们节目下半段的时候 再来请王洪泰老师 跟我们说这段的故事 野生 我们宪泰富 να做赶 fé 我爱望去你 这一旁边 这一旁边 不堪安立的 不堪迦谁不杀手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欢迎您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研院十余所的副研究员王洪泰 王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晚明就是桃花扇这个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以及文化的状况 刚才在前半段节目后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预告 是要跟大家聊这个晚明时候的妓女文化 是 我觉得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明太后期 蛮特别的一个面向就是对女性的理解 比较夸张的来讲 你说在中国传统社会 当然是男性是主体 他们是整个文化的掌权者 那在他们掌控底下的这个女性的相关的书写 大概只有两种女性可以浮现出来 一种女性就是贤妻良母 一种就是贞杰烈女 尤其是贞杰烈女 大概就是在宋代以后 就越来越多到明清的时候发展到高峰 这只有你有这两种表现的 你才可能被文人书写 所以你看到中国传统女性 你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看到都是一些非常严肃的女性 甚至于是非常凶的 那些贞杰烈女有些很恐怖的 你可能碰一下她的手 她就把自己的手砍下来 你可以跌到这种地步 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 我个人认为啦 就算明来后期 因为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 整个物的流动 人的流动在城市里面交汇聚集 产生互动 所以他们会品赏各种物品 赏花啦 赏玩古董啦 制画啦 甚至赏玩 品赏美食啦 另外的话 人跟人的互动 包括男人跟男人 一些读书人在这个地方交朋友 世人跟商人也在这个地方交朋友 那这个变成很重要的各种文化的一个 推动的动力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互动 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互动 在城市里头 很多读书人到这个地方来 对 像侯芳玉到南京来 他就直接讲 我到南京来干什么 我到南京来交朋友的 那他当然在这个地方交了不少朋友 他不是要来考试的吗 对 也是考试 也是交朋友 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是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 淘河山里面 这些互设的这些人 就在这个地方 展开很多的互动 他们可能不断的在看各种 关于朝廷的各种战争的消息 他们那时候会读底报 读了以后就在那边评论时事 其实那些也都是名嘴 喜欢在这个地方评论时事 然后慷慨激昂的 在为国家前途着想 也为个人的那个生命找出路 这是他们交朋友 意气相投这样子 另外一方面 他交女朋友 他到南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来之前 副社的领袖张浦就跟他讲说 你到南京去呢 你可以去找一个女孩子 叫做李湘君的 因为他会唱 汤弦祖的戏曲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 非常有才华的女生 所以你可以去找他 你看那副社的领袖 对 副社的领袖叫他 这个厚生小辈到南京去的话 记得去找一个妓女 就他们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南京这个地方 为什么那么吸引人 其中吸引人的有一个环节就是 这个地方有才艺的记忆 特别的多 像李湘君也就是这样一个记忆 除了李湘君之外的话 像董小婉啊 或者有所谓的什么 情怀八艳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名字是后来编出来的啦 就是这里有一整群的很有才艺的这些记忆 然后他们都跟这些很有才艺的读书人 都非常密切的交往 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板桥杂记 作者叫于怀 他就是说明朝亡了以后 他追忆明亡之前的那个城市的盛况 甚至于又把它推到就是我们整个王朝最繁华的时候 就是展现在什么地方呢 展正在旧宴里面有这些才子家人们 就是这些名记 这些名记一个个风华绝代 然后这些才子们就在这个地方跟他们交往 所以那也算是一个追忆前朝的一个经典座 其实他们甚至于可能真的会办一些类似选美的活动 就选花榜 就是把这些有名的记女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三叶派里面有个故事叫做 卖油郎独占花葵 这个花葵其实就是读书人选出来的 读书人在各家集园游走 然后私底下就写一个花榜 好了你把它想象成像现在我们的影剧版这样子 或者我们再选校为美女差不多是这样 或者我们再弄一个名模的排行榜这样子 他们会做这种事 但是这样做背后还是有商业利益 我们前面讲到有印刷文化 是 就是说出版市场非常的发达 有些书商就把它拿去卖的 所以季燕也觉得 这很好的一个宣传 对 所以季燕如果发榜上名了 他们刻意的去找这些读书人来把他们家的季 你写的好一点 也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评选美食之类的 就类似一个 部落客 对你可以讲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吧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舞台 但除了私底下在评点之外 他们也有可能真的在城市里头就办一个大规模的公开的这个 选美吗 对还进行这种游街的仪式在街上 这样子绕一圈 几乎就像办一个选美大会这样子 这个我觉得有一层很重要的意义啦 就是说本来嘛 你去季燕最低层次的一个消费 就是一个身体的消费嘛 你是消费这个女性的身体这样子 但是在明代后期的话就已经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们真的就变成重视的不只是他的身体 甚至于那个层次可能比我们现在选美还高 因为他重视他的气质 就是才艺表演不能随便乱表演的 对对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可以讲说 在整个中国文化 过去我们大概只看到郑杰恋女跟贤妻良母 在明代后期我们看到另外一批的就是 才子佳人的佳人 美人 所以他们也展开了很多关于美人 甚至有人讲了很夸张的话 他说事无花月美人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漂亮的花草 没有美人不愿生死世界 我不愿活在这个没有花草美人的世界 所以有很多比较有钱 比较有这种文艺情怀的这些读书人 经济情况不错的时候 他可以当家做主的时候 他就找一个有才艺的妓女 纳他为妾 明代很多有名的文人 像明末世公子这些 都有他们的女朋友 他最后把他纳为妾 只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冒屁江也是明末世公子之一 冒屁江跟董小婉的这个故事 这个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 他后来董小婉过世以后 冒屁江写了一本小书纪念他 叫《影梅安逸语》 就是他有个园林里头 有个小房子叫影梅安 然后董小婉过世以后 他不断不断的追回来 他跟董小婉一起住在影梅安的 这个风花雪月 然后那种两个人一起品香品茶的 那种非常非常高雅的生活 变成一个经典作 其实我们后来看《不生六计》 那样的作品 某种程度上可以叫做《诗小说》 讲他自己的归房的事情的 其实应该追收到了 《影梅安逸语》这个传统 最早是冒屁江写的 那冒屁江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讲说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吹牛 说他们家里头也有一个美人 然后过着多么优雅的生活 其实他们很多都在吹牛 我告诉你 我才是真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写出来 给你们知道 所以这变成一套文化 变成一套文化 很有趣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些美的标准 应该也反而又倒回去 影响到后来 大家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 又不太一样了 对 对 这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过去对女性 我们就只是祈求她 或者说评价她了 就是说 从比较道德的角度来评价她 从伦理的角度 但是现在不是了 我们会换另外一个眼光 去欣赏女性的个性 才华相貌 然后各种严动举止 比较夸张来讲 就是说 中国男人的进化 进化 对 男人的进化 可以讲说 就是从武松到西门庆 到贾宝玉 最早我们欣赏一类型的男人 在小说史上 就是水浒传里面的武松 这种非常勇猛 不敬敏色的男人 充满暴力性 暴力指数非常高的男人 这是一类的男人 对 三国爷爷里面 大概都是这一类的男人 对 对 对 这个从水浒传里面衍生出来 就是有金平梅这个故事 在水浒传里面 当然就是西门庆碰到武松 就一下子被干掉了 对 但是 金平梅就插出来 变成是那个 西门庆在城市里头 生活 他变成在城市里头的一个商人 然后呢 他会做生意 会用他的财富来占有各种东西 那个大概就是说 整个社会进化到一个商业社会 有这样一个商人 商人就不断不断的占有各种东西 占有财富 占有田产房屋 占有女人 但是呢 他文化不够 他不会贫赏女人 在明代后期以后慢慢发展出来 这男人 他可能不只是占有 他懂得去欣赏 懂得去了解这些女人 所以从西门庆可以再进化到像贾宝 贾宝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像红楼梦这样的一个出现 贾宝玉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出现 其实那 因为他寄成整个网民的 这套文人的这个遗产 寄成了他们看待女人的这个方式 欣赏女人的这个方式 所以他才变成这样一个 有欣赏女性的能力的男人 有文化素养的男人 他不再像西门庆那样只有占有她们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些女性 我们在《红楼梦》里面看到这些 极度精彩的 有各种不同的个性 有相当有才艺的这些女性 为什么会有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 那是因为在网民的这个城市里面 这些男人开始会有一个新的眼光 来看这些女性 也给了一个舞台 让这些女性可以把他们另外一面 把他们个性的这一面 财业的这一面展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眼镜 但这是我个人比较夸张的说法 那我们都很喜欢说在昆渠里头 有很多的爱情故事 那在这个爱情的观念上 从网民一直到现在 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怎么样子的改变 是 过去有些学者在研究 他们就会看到 网民很多的才子家人的故事 或者说很多很多的故事 像《三言二派》里面 就有很多的爱情故事 他们就会去强调说 在这个时代是不是有所谓的个性的解放 然后人已经脱离了那种封建礼法的控制 我觉得那个说法 有时候会太夸张 你好像认为就是有到封建礼法 就通通被打破了 然后有一个新的那种 其实不完全是这个一样 那个伦理的世界都还在 它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侧面 我过去曾经写一篇文章 就是说青楼是那个中国文化的后花园 你可以讲说他们开了一个后花园 然后在这里的话 就是去那个发展那一套文化 所以你看到很多爱情故事 其实大部分都是妾 他跟他的正妻还维持那个伦理关系 他还是希望他的正妻 是扮演嫌弃娘母圣结恋礼 但是呢 他就娶了一个妾 跟他一直维持这种 我所谓的情意生活 就是有爱情 然后有艺术 有那种美感美学的生活 所以有发展这种情意生活 因为我们看冒壁江的这个故事里面 就很典型可以看得到 但是冒壁江有另外一个正妻的 我们不得不这么讲 但是小说的话 他故意裂掉这一个部分 那所以就发展出很多很多的 那个柴子佳人的小说 那《红楼梦》可以说 继承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然后幻灵 那当然曹雪前是一个高手 所以他讲故事的手段 那个对于各种问题的探究更深刻 但是那个文化的源头 是从万民的这套东西发展出来的 其实回到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柯子这条路是越走越窄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走出头来 像郭有光那考到五十几岁 在考那个其实是整个人生 是一个煎熬 我能知道你可以讲说 就好像留极生 你在念书你就一直留极 一直留在这个 留到五十几岁 留在这个阶段 你都没有毕业嘛 你要考中进士才算毕业 可是他就是没有 就卡在这个地方 人生就是被科举给绑架了 但很多人就当然不愿意这样 日子还是要过 然后就另外一谋出路 甚至于进一步的去追求 不一样的价值观 然后背后有商人会支持 背后有出版市场会支持他们 像冯木农 那科举考得不顺利 一直没有办法考中进士 他就去写一些 有的没有啦 他就不考了是不是 他也还在考 但是呢 他同时就是去帮人家编书 编写这些小说 甚至于编写流行歌曲 这个也是他们一个 谋生的方式 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有名的文人 在网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 叫做陈梅公 陈济如 他也是考科举 考得不太顺利 但是他考了一阵子以后 他就考科举太无聊了 不愿意呢 他就去写诗啦 去写各种古文啦 然后他们只要写的有名气了以后呢 就很多人会来找他们写文章 尤其是常常有那种各种应酬性的文章 包括各种序 就有人生日 然后就写一个受序 然后有人升官 也可以写一个什么序 祝贺词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像编写小说这种 还有常常有一种工作就是 去帮人家写木字名 有一个有钱人家里头的老太太老先生过世了 就是然后他们当然就会找个有名的人 来帮忙写个木字名 那这个也都常变成他们赚钱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就是变成一个 是有可能变成畅销作家 我刚刚讲那个陈继如 后来他就跑去口庙 把他的儒服给烧掉了 然后就说 从此我不再考试了 我不再当秀才了 我就是专心来当一个作家 他就变成畅销作家 他赚很多钱 也有这种人 好所以我们的汤贤祖 应该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才有他生存发展的空间吧 汤贤祖比较不一样 其实他是有考重进士 他是有考上的 他有考重进士 但是呢 汤贤祖大概也就是一个 比较高拐的这种人 就是说他对朝政有一些意见 他也不愿意去屈原覆势的 去那个逢迎那些当权者 所以他到后来 人家也就不喜欢他 结果就把他丢到南京去 他也就是 被扁到南京 那个地方去当官 然后可能多少是 因为这个 也去其他地方当地方官 他就不是在权力核心里面 但是他也后来就写了这个 这个剧本以后 他其实他整个的成就 最后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有一些人 比如说像那个唐伯福 温真明 他们都是客举考试考的不好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城市里头 苏州 苏州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 也是文化相当高的一个城市 在那个城市里面 他们就从事各种文艺活动 然后其实也都是赚钱啊 唐伯福也是靠这个赚钱 我都有点怀疑唐伯福整天在那边 做怪搞鬼 也是有点在自我行销的味道 这是我个人的怀疑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讲说 他们就是文化明星嘛 就是畅销作家嘛 就是这一类的人 那他们也就创造一种 不一样的社会价值出来 除了科举考试当官之外 其实有一个文艺圈 可以让你在这个地方活动 可以让你这个地方成名 可以让你这个地方 活得非常的风光 是是 这另外一套人生 对 其实对照到我们今天 好像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 一个小缩影似的 有一点 有一点 对 那如果我们再跳过来 桃花扇的孔上任 他就已经不是在明末了 他是在清初 那应该又是一个 不太相同的环境 对 就是说马金入关以后 王朝的更替 是经过非常非常激烈的 军事的斗争 然后也经过非常悲惨 特别是江南这个地方 其实是受创非常非常的深的 什么那个嘉定山土啊 扬州十日啊 什么之类是很悲惨的 所以有很多人在明末的时候 城市里面过得非常风光的生活 然后经历了这么惨烈的动乱 就是退隐了 就离开城市 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叫张黛 他在明末也是个秀才 他自己说他自己就是亡固之地 然后他特别会各种吃喝玩乐的名堂 那所以他到那个明朝亡了以后 他就完全退出城市 过着一个像乡下老农夫那样的生活 但是呢 他就不断不断去写那种 追忆晚明的繁华生活的书 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 叫做陶安梦义 陶安是他自己的号 然后他如梦一样去追忆 前朝的那个繁华生活 我们现在看那个 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非常的有趣 但是那个是在他穷困潦倒的情况底下 去追忆 所以在清初的时候有一批明代的 某种程度算是移民 遗留下来的这批 然后不愿意参加新政权的这一批人 就是在追忆前朝 陶安梦义这一类的作品 以梦安义也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板交杂技也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一代你可以讲说是一代经历 王朝顶格的文人 在之后的话 满清的统治就慢慢稳定下来了 那他的统治其实蛮厉害的 网民的这些读书人喜欢搞鬼 一天到晚搞学运啊抗议啊什么之类 党征啊学运啊什么的 对他们其实像富社这些人 都不是安分守己的读书人 他们对国家的事情 对地方的事物 其实都很积极的介入 积极的参与 地方官他们看不顺也会去抗争的 但是到了清朝路关以后 就整这些人其实整得非常厉害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把金圣炭给杀了 金圣炭就是那时候有考试弊案 他就起来搞学院抗争 这个如果在明末的话 大概是政府都会妥协 到清代的话就政府不妥协 把这些人通通抓去杀掉 这个让清代的这些读书人 吓到变乖了 就没有声音了 他们被拔牙去抓了 变成比较安分守己的读书人 老虎变猫了 对对但是呢也有一些 可能有点在去追怀 明代的那些读书人 那个生气勃发 慷慨激昂的那个面向 我觉得孔上任 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是他编这个桃花上 应该有很深很深的历史情怀在这里面 其实他也某种程度在追溯那个 晚明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读书人的那种 壮怀激烈的情怀 或者说那种很高昂很高调的那种生命情调 他有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 但是他已经是 不是晚明的这一代 是在更后面的 他已经在清朝了 已经到康熙的时候 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大肆敌定 已经稳定下来 甚至于江南已经恢复他的繁荣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经过今天王洪泰老师这样一番的解说 我觉得真的好像在这个时光隧道里头的云霄飞车一项 刚才前面讲到是非常精彩的 晚明的这些文人 骚人默克还有妓女他们在情怀合办的 这些风风光光的事迹 然后一下子 这个历史大的转变又到了清朝 而这个桃花扇就是清朝的孔上任 他写了明末的一段故事 那这当中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滋味呢 其实要大家到现场来看这个演出 您一定会更有感觉 演出的时间是12月10号到13号 10号跟11号是由二分之一Q剧团 他们所带来的乱红 这是一出新编的昆剧还有歌仔戏 融合跨界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实验的剧 那么接下来12号跟13号 就是由南军昆剧团他们所带来的桃花扇 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欣赏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王洪泰老师 哇好像是身历其境在那个朝代一样 真的非常的精彩 谢谢老师 好那本来就是一个精彩的时代 这出戏也是非常精彩的戏 大家来看看这些精彩的东西 让你的人生也更精彩 更精彩 好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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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明日苦福 七花爱明时 七飞了 虹荒月无时 难朝人 我非以黑山林家 当风和春一般 我非以黑山林家 我非以黑山林家 不靠 睁看 世神暗战 不靠 不靠 睁看 世神暗战 爱不静悔 长爱香 桃花山的松阳枕 不靠 睁看 世神暗战 爱既 睁听不知悉 倒不知悟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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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